今天是大家都很不喜欢的520情人节 相信这么多单身的朋友 晚上饭都吃得挺饱 一打开个朋友圈 各式各样的狗粮迎面而来 以前就说把狗拉入泥沙 多残忍啊不行 所以现在就变成 你饿不饿我? 我给你一些狗粮吃 够不够饱? 不够我还有 不过说实 我们作为各式各样情人节最忠实的观众 对啊,我们是观众 又没得参与 只得看字不是观众是什么 看人家表演恩爱这么多年 早就已经身经百战 不喜欢还不喜欢 该怎样的赞都会怎样 每年都敬敬业业点赞 老老实实羡慕 跟道理来说 今晚看到情侣在表演恩爱 我们应该是耐心毫无波难 甚至还有一点想笑 哼,就这样 今年好像没什么新意 哎呀,算了 勉为其难,怎样的赞 但有一些人表演恩爱 我们看完是会分分钟激动到失控 不是前任 看到前任表演恩爱 最多不是哭 有什么失控 也不是现任 看到现任表演恩爱 你还有空失控吗? 很多事等着你做 真情会令我们失控的人 是兄弟 前几天你跟他说 哎呀,又要一个人过情人节了 你就好了 这么多女孩喜欢你 他回你 我都想有女孩喜欢我 不过没有才死呢 一世人两兄弟 要什么女朋友 一起打机好过了 然后今晚突然之间发出朋友圈 向全世界官宣 他今天脱单 的那些兄弟 平时发生朋友圈 不是王者的战绩 就是王者的视频 再不是 就是王者的皮肤 现在这条官宣朋友圈 不单是图文并茂 文案还鬼那么肉麻 什么第一个一起过的情人节 以后还有很多情人资料一起过 那不是还要伤害我们很多次吗? 什么今天天气好 拿出来晒一晒 免得大家不知道 蟑螂我们很想知道吗? 什么官宣 多个字都没有 有时候连标点符号都没有 干什么官宣这两个字 被你们注册了 官宣一定要官宣脱单吗? 你不让我官宣继续单身吗? 最过分的都是那句 往后余生 多多指教 你现在拍拖而已 不是登记结婚 不用这么快说余生 我是你兄弟 大家厉害说一句 未必是他的 不过 畢竟都是我们兄弟 就算他们文案写得再烂 兄弟脱单 我们当然要第一时间 他啦 正刻就去兄弟群的 他 他 撑你个快一场兄弟 你拍拖不跟我们说 老老实实 那个女孩是不是你请回来的 或是你的亲戚 不是 你厉害 然后作为他的兄弟 同时作为他的爸爸 我们有非常正当的理由 去八卦 不是 去关心自己个儿子的感情生活 所以我们 又会不停地在兄弟群里面 追问这段恋情的细节 总结起来 是三个W 和两个H 第一个W When 你什么时候认识他 第二个W Where 你哪里认识他 第三个W Why 他为什么会喜欢你 第一个H How 你怎么追到他 第二个H 你跟他 X 而最令人火滚的是 当我们问完几百个问题之后 他才会出来说一句 那倒是 人家脱了单 今晚要过节了 肯定没有人理我们了 虽然你们没有说出来 但是我知道绝大部分朋友 今天看到有兄弟官孙脱单 应该都是挺酸的 相信有很多人都会想 虽然他是我的兄弟 但是说真一句 又不够我英俊 又不够我优秘 连他都脱单 为何我还单身呢 不过 实不相瞒 一般 这些脱单的兄弟 不单止让你英俊 让你优秘 就连性格都给你好 甚至可能还很有钱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那么多个方向 可以努力又不努力 就是要等到情人节 才来感叹单身 那你又何必呢 距离下一个情人节 七夕节 还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么多位还未脱单的朋友 加油吧 如果 整班兄弟里面 只有你一个还是单身 那你开黑也找不到人了 在做什么 好了 别搞了 把手上的东西放一放 我们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近期间 怎么在汉的人数少了 这是你的问题 你必须要解决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这件事不需要讨论 都听我的 好不好 我不管多少个 我要全部搞定 我再说一次 不要再问我多少个 全部 听明白吗 全部搞定 怎么在汉 立刻跟我碰